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但夏日这最后一场雷雨仿佛有意在人间逗留更久 此时整片天地仍然笼罩在一片昏暗中 宁毅坐在驿站二楼的栏杆边 看着已经起来的人们在下面忙碌地准备早饭 住户走过来时 宁毅转头看向他 住户大概还有多远 即便骑马全速赶路 到安平县黑牛港一带也还要半点时间 何况这样的天气 山路更难走了 如果因为着急赶路在半路上出了什么意外 反倒更耽误时间 住户大概明白他的心情 此时只能尽量劝说他 我们的马匹不够 如果只有二三十人骑马先行 即便到了恐怕也起不了什么作用 这么厉害 这一片龙蛇混杂 向来是好强汇聚之地 主席到安平一带的几个寨子都很不好惹 走标的若不是有什么背景 一般也不会从这边过 虽说独龙岗的名头在这一带还是震得住一些人 但若是起了什么大的争端 宁毅皱了皱眉 比梁山还厉害 这个 宁毅此时心情不佳 话语中不觉便带了几分涉人的气势 住户正不知该怎么接他的话 却见宁毅摇了摇头 无奈一笑 开玩笑的 是我想插的 他心中惦记着陆红蹄的情况 神经一直紧绷着 不经意间便有些失态 但马上就反应了过来 诸虎便也笑道 要与梁山比 自然是比不过的 只是如今 大队人马没那么快能跟过来 那一带本就龙蛇混杂 眼下更是混乱 就这么过去的话 只怕会有意外啊 两百人够了吗 难说 住户摇了摇头 按理说 问题是不大的 但那一带 毕竟是陆林人的底盘 难保不会有什么 为了出名 连命都可以不要的家伙 那个万里独行 吞云和煞 是个通缉犯 这次居然也出来凑热闹 估计就是豁出去了 这人凶名赫赫 不得不乏 而像他这样的人 也不知道还有多少 娘一点了点头 竹西平安一带 到处是荒山野岭 多有孝聚山林的 陆林豪强 这些人规模远远比不上梁山 一小撮一小撮地 散步在山林间 官兵前去青角时 他们就化整为林 顿入山野 等官军走了 就又固态赋蒙 官府对他们也是无可奈何 只能听之认之 这也是山东两路的特殊生态 如今即便宁翼 领两百人过去 也不可能在那一带横行霸道 更何况如今因为大雨 这两百人还没有汇集起来 这样的大雨中 山东又不负数 自己一行人 倒还可以在这驿站里避雨 已然受伤的鹿红蹄 又能躲到什么地方去呢 他一个人掀起了这么大的风浪 把梁山众人吓得闻风丧胆 虽然看来威风 但毕竟也还是孤身一人 如今受了伤 又被人反过来追杀 恐怕更是要时刻提防 也不能灭了 宁翼这样想着 看着眼前的大雨 不免更焦虑了 又过的一阵 被云层笼罩的天宫 终于透出了威光 一战里的粥饭也已经熟了 宁翼一边在大厅里吃早饭 一边向住户和住标等人 了解安平县一带的情况 这些人中武艺最厉害的 还是孙力 林冲 史记 陈金霞 陆文虎 吞云和尚这几个人 孙力 林冲等人且不说 陈金霞和陆文虎这几人 是齐鲁一带的豪强 在大明府也是赫赫有名 陈金霞外号铁拳 拳掌功夫很是了得 但也擅使大刀 别看他名字像个女人 实际上身形高大 武艺也是更柔并济 能在这一带闯出这么大的名头 恐怕比这鸾教头也相差无几 住户说着他所了解的情况 至于陆文虎嘛 听说精通十八般武艺 当年在深东以武会友 闯出莫大名声 死在了他手上的人有不少 但佩服他的也有不少 他与陈金霞两人名气大 武功高 又没有和官府结下过什么梁子 这次他们站出来 估计也是想趁梁山覆灭 煽动陆林大换血的机会 出来奋一杯羹 老实说 那位陆 陆前辈能在这些人的围攻下 屡次逃脱 已经非常了不起了 而那个吞云和尚 在山东称得上是恶名昭彰 此人武艺高强 手段狠毒 在山东一带疾愁无数 除此之外 他还好似如命 长殿无女子的清白 在大名府一带 将许多富商和官员家中的女眷 掳走强暴 官府不知发了多少 还不文书要抓他 但光是捕快 他就杀了不下二十个 这么些年 他一直无恶不作 但一直没被抓住 久而久之 便没有多少人敢去惹他了 娘一点了点头 因为有这些人的牵头 所以许多陆林人 也都聚集过来了 住虎道 那快见 林奇就有不少弟子 他们在这一带 也算是郊游广阔 像什么齐天寨 五花寨 安平一带的铁牌楼 火拳帮都凑热闹去了 他们不是不怕官府 但如今他们人多势众 官府想要对付他们 也不容易 哦 那个铁牌楼 那个叫姚五柳的 一手铁线权十分了得 人称五柳先生 安平陆林 属他势力最大 陆前辈在安平杀人 就等于是不给他面子 这人掺和进来 也是一个大麻烦 宁义一边听 一边喝完自己碗里的杂粮汁 然后扶着额头想了想 也好 赢来将党 水来土掩吧 无论如何 一定要保证他没事 要不要派人回去通知其他人 还有五日营的几位将军 齐星翰问道 都可以 宁义点头 随后又望向窗外的倾盆大雨 但无论如何 我不想再等了 我们再等一会儿 如果雨势还不变效 咱们就起码先走一步 晚上应该就可以到安平了 到时候就当是跑一趟江湖 看一步走一步吧 怎么样 听他这么问 众人都笑了起来 事实上 一行人中 最缺乏江湖经验的 恐怕就是宁业了 住户等人的担心 自然是有其道理 但如果真的要冒险 众人又哪里会说不行 住标满不在乎的 宁大哥 你放心吧 我住标可不怕那些人 咱们这么多人 一定能护得你周全 别说一定会打起来 就算真的打起来 咱们也不怕那帮乌合之众 宁义笑着拱了拱手 连累大家会我犯险了 过得一阵 雨时依然没有要变小的迹象 但天色已经大亮了 众人便披上了缩衣 骑马向安平出发 到的中午 他们越过一条水面 正在上涨的河流 再转过一处岔道口 进入了通往安平的一片崎岖山岭 滞续 茫茫的大雨中 只见威夷的山岭 横更于大地上 安平县位于群山深处 是个平级的小县城 几周境内几个相对富裕的县城 还多少能得到一点关注 安平则一直属于三不管地带 只是因为许多陆林人在此活动 才稍微热闹一些 而离开县城后 山间欲显荒凉 天色昏暗 只见半身上 已经倒塌了一半的砖房处 一只手悄然探了出来 感受着从天而降的雨滴 这房子原本就不到 塌了一半后便更狭小了 雨水自房屋一头灌进去 又从另一边的缺口流出来 昏暗的破坊中 陆红蹄怀抱骨剑和包袱 全着身子坐在一堆杂物上 但那大堆杂物也早已被雨水打湿了 雨水从屋顶漏下来 落在他头上的斗泪上 又从斗泪边缘滴落下去 他叹了口气 即便武功再高 此时也敌不过天地之威 饥饿感从腹中传来 他从怀里拿出了最后半个硬饼 咬了一口 但其实并不好吃 目光穿过雨帘 落在外面不远处的林木上 他想了想 然后紧了紧缩衣 带着斗笠小跑到树下 摘了几片树叶 再将那半个硬饼掰成两半 然后夹着树叶 放进嘴里咬了一口 味道好了一点点 这几天光顾着杀人与堵藏 就忘了去抢些食物 他原本对食物的质量 也没有什么要求 但大雨从昨夜至今都未曾停歇 让他的行动变得非常不便 缩衣虽然能够挡住大部分雨水 但总归还是会渗进来一些 如今身上又湿又冷 很不好受 眼前粗糙的食物就更难以下咽了 他更吃完手中的半个饼 目光却陡然一立 只见前方不远处 两名同样穿着缩衣的男子 定定地看着他 然后几乎是下意识地拔出了冰刃 砰的一声 女子的身影破开雨幕 双足在地上溅起的水花 有如白莲怒放 只见陆红蹄轰的一拳挥出 一个男子应声被击飞 撞在雨幕上激起漫天水化 另一人随后也被击飞 狠狠地撞在树干上 震得树冠摇动 落下漫天水光 只是女子两招将二人击毙后 又匆匆忙忙地往回跑 却是因为方才冲出来的时候用力过猛 斗笠和缩衣都掉落在地 顿时被大雨淋得浑身湿透 他转头跑出两步 又回过头来 把那两具尸体身上的斗笠和缩衣脱下来 穿到自己身上 好不容易做完了这一切 他已经被淋得颇为狼狈了 他随后又往两具尸体的怀里摸了摸 却找不到尺的 只摸出了几个铜板和一些碎银子 他叹了口气 回过头时 却见方才藏身的破房子 连剩下的半边也在大雨中滑塌了 老天爷啊 红蹄沮丧地嘀难了一句 转过头望着身下的县城 变得略有些柔弱的目光 依然蕴含着不容更改的坚定 他紧了紧绑在胸前的小包袱 整理了一下身上的缩衣 随后怀抱着双臂走入山林间 去找新的地方避雨 其实对他而言 这样的雨也算不上什么 哪怕比这更狼狈的处境 他也已经习惯了 就算武艺再高 一个人挨饿的时候 也还是会哭出来的 和那样的时候相比 现在已经好得多了 他还记得在某个类似的雨天 自己跟那个男子在破庙里独处的情景 那个破庙比刚才的破房子要稍微大些 也没有倒塌 他们两个就在庙里用一只破锅做饭 每天轻松地说说笑笑 其实对男子而言 那或许已经是比较艰苦的日子了吧 但对自己来说 那段日子是少有的轻松时光 没有寨子带来的负担 报完了仇 不会饿肚子 还能听故事 如今聚在安平县的那些人 大部分都已被他杀得胆寒了 但新来的那批人气焰还很嚣张 非得把他们杀掉一部分 彻底错评他们的锐气不可 只有这样 自己留下的威慑才足以 在日后获得他周全 他走在云里如此象征 眼神便又平静了下来 而就在此时 宁毅一行二十余人正牵着马 小心地从远处山间一处 崎岖的弯道上走过 到了这天夜里 雨势终于有所减弱 一行人也抵达了安平 住进了县城里最大的一家客栈 这样匆忙地赶过来 对宁毅而言也是一次冒险 但考虑到漏红体可能已经受伤了 这血便不得不冒 他原想着要保持低调 到了安平后再随机应变 变异形势 然而他没想到的是 才进入安平不久 事态就因为他的到来 发生了让人始料汇集的变化 与之后事如何 欢迎继续收听 坠续第四百四十证 坠续 作者愤怒的香蕉 眼波人 优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